蔡慶愛家四名教育協會保理團隊每一年都會孫為國學校演出四名教育的英學教 當作水滑的禮物送給學校的大小看朋友 自處來到保理町頭緣國修台講演 透過英學教教書 教育小朋友減少三四的使用 拼命無盡上的忙碌教育 頂頂健康的觀點 不用正當的休憩慶祝 蔡慶愛家四名教育協會為了要給孩子玩二三四 尋找到家裡的人做好的時間 平常可以分別現這個社會 各種世界帶一個來料比較重要 今年透過英學教的方式 教學校來聽現給孩子來觀賞 因為我們現在三四 在我們的生活中非常使用非常的頻繁 它是我們很良好的工具 但是它同時也有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太過入迷 或是沉迷 而造成了我們一些生活上一些隱憂 那我們藉由這齣戲劇告訴孩子們 其實我們放下手機或放下3C產品 觀察生活周遭的一些愛你的人 然後或你生活周遭的一些狀況 其實你會找回一些 我們在手機裡面找不到的東西 向校長吳文先生感謝彩虹愛家世命教育協會保理團隊 安排到土王國修來演出 讓孩子透過戲劇了解就不能燈賣在望路的世界 所以主要是針對資訊教育時代各項資訊使用的便利下 可能造成一些迷失 比如3C、手機等等 可能讓學生沉迷 所以藉由戲劇的演出來提升小朋友 必須要注意到不要沉迷於3C跟手機的產品中 那另外也讓小朋友了解到真實世界跟虛幻世界的不同 因為彩虹教育的內容是要表達八幅就是愛 他們家也非常適合家庭和小孩共同來欣賞 他們家今年一月二十日會保四點 也會在日本中心演出 那我們藉由這齣戲劇告訴孩子們 其實我們放下手機或放下3C產品 觀察生活周遭的一些愛你的人 然後或你生活周遭的一些狀況 其實你會找回一些我們在手機裡面找不到的東西 那我們藉由這齣戲劇告訴各位孩子 就是陪伴就是愛 那我們會覺得說這齣戲劇它不只是孩子 也可以就是家長帶著孩子們一起來欣賞 彩虹媽媽用心準備的音樂教 結合舞台教的觀術 還有專業的舞蹈老師的基督 豐富的集體動作 去他們小朋友用在表演當中 讓小朋友了解健康的3C使用的觀念 繼續歡迎觀察 報導 周遇到了 周遇到 周遇到 阿鐺 .